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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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字面相》的時間 迎歌幕見到五立貧師傅在這裡 師傅,今集我們繼續說一些不好的事 又說那句不好的事 就是讓大家早點清晰知道 特別,如果你本身已經人到中年 還有一名子女 今集我覺得你一定要看 因為 例如你也要早點知道 你的人生劇本 或者你子女未來的人生劇本 怎麼走的時候 及早幫她有些準備 我覺得也是一件好事 但說下去之前 很有趣,大家可以在 資訊欄或者這個留言區 都會找到一個連結 就是五立貧師傅的八字面相促成 網上課程 如果大家都想 隨時隨地 無限任體 可以跟師傅去學習到八字 和面相的知識的話 現在就要把握這個機會了 我覺得相當之划算 很多時候 大家都可能有八字 要去學一個課程 面相學一個課程 師傅很快速地把這兩件事 游合 然後把他這麼多年的經驗 告訴大家 重要的重要 師傅曾經在大台 完學比賽得到一個總冠軍 所以大家一定知道 師傅的實力去到哪裏 好嗎? 今集我會說 敗家仔 敗家仔 當然 這個字 我相信都沒有什麼 講義合義之分 一講 大家都意形意會 出現象出來 一定是破財 甚至是破大財 令到自己可能 連翻身的機會都沒有 甚至乎令到他整個家族 翻身的機會都沒有 我想問一下 在這個八字和面相 怎麼看得到呢?師傅 正在看影片的觀眾朋友 希望你們立即訂閱我們 焦點FMTV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是一個知識中藝的網絡電視平台 希望接下來的影片和視頻 會繼續可以帶到更多資訊給大家 新一年我們迎接五周年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盡快訂閱和支持我們 通常如果我們講敗家仔 一定是他出生的時候 家裡環境很好的 變成他敗家 通常我們講都是 他或者十幾二十歲 讀完書 當然那時候開始走些衰運 當然我們講他一定出生的時候 那個乙會生得比較理想 我們講理想夠厚 夠大 那個肉底也都會比較柔軟一些 那個額也都通常會生得比較好的 因為我們講耳就一至十四歲 額就十五至三十 所以變成這些部位生得理想 那就代表他出生 享得到父母的福分 讀書也都有父母支持 不用自己判功讀那麼辛苦 所以那個額應一定生得比較理想 所以變成那個少年運一定會比較好 因為我們講這個上庭 中庭 下庭 上庭就是少年 那耳朵漂亮 上庭生得好 那就變成容易有父母的福音了 那當然到他敗家 那我們講一般來說 因為我們講眉為兄弟朋友 那眉一定是生得不好 那就受那些屬於或者那些豬棚狗有所影響 那就變成了好的東西 學了一些不好的東西 那二來講這些太陽穴這個理財位 一定是生得不好 一 我們講不夠豐滿 因為這個是理財位來的 不夠豐滿 那個理財能力就不夠了 生得比較膩 或者我們講有所謂的民衝自破 而破壞了他這個理財性 一個人沒有理財能力 那就自不然亂花錢 亂花費 當然那個眼神 一般一定精靈一點的 因為不精靈怎麼敗家 所以他說 寧生敗家仔目生蠢 而就是這樣 他一定是聰明的 但是聰明是聰明的 一定是比較老一些 或者這些位置比較窄 所以那個財運不行 好 所以變成了 在家裡多多的都被他 排光 洗光 又沒有什麼生財能力 當然 他如果說 再有翻身的 那就看看他的下巴 這些位置 來不理想 如果這些位置 理想的 那可能他覺悟前非 那就再來過 對吧 如果他還是生得 下巴位 這些都不能理想的 那真的 那可能是晚景都會淒涼一點的 那當然在那個八節 一般我們說 年月一定是他的那個 喜用神來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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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月令 受聰 那月是代表家庭的 父母兄弟公 那受聰 那便影響了他對那個家庭的那個 承接能力 就是承接不到 對吧 所以我們說 會破壞了 他的那個格局 那 是 所以最重要的這個 技神 衝了他的那個 喜用 那便影響了他 往後 那個格局 往後那個雲勢 是這樣的現象 嗯 通常會不會有一些人呢 就是講這個 這個敗家仔 那敗家仔 都一定是可能 人去到某個稅數 那他本身很有的 那跟完之後 失去某些東西 那他才敗家的 他才敗得到的 對吧 那會不會是有時候 可能在他的面相上面 破了上 是 都有機會是這樣嗎 會的 會的 因為我們說 那某一個部位有所破損 自然就影響那個部位 那個發揮 是啊 你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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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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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個 那個 眼神 啊 都沒有多少的 那當然要看他的 那個 鼻子 是吧 那個 那個 有沒有 總破財 那種現象出現呢 如果有的 那變成了 做什麼 就衰什麼 就有這樣的現象 是吧 是 可能他在法治 在 第二處 第三處 已經是 受破壞了 是 所以變成 接受不到 是 所以大家就 就是 一定要小心 都是說那句 是 所以我也說了 今集特別是給一些 財富上有某些程度的 爸爸去收看 是吧 是 所以 希望今集可以 亦都是 給大家 去 在八字面上 有所學習 如果大家 有時候可能 就不好意思 例如找師傅 我兒子是不是 不行啊 這些很難說出口 自己學 對吧 所以大家記住 影片資訊欄 留言區 就可以找到 不立憑師傅 八字面上的 線上課程 這絕對是 一個速成班 師傅把他 這麼多年的經驗 結合了 可以 兩樣彈出彈入 告訴大家 讓大家 很快速地 去了解到 八字面上的 精髓在哪 好嗎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集 再跟師傅 講其他話題 拜拜 看影片的觀眾朋友 希望你們 立即訂閱我們 焦點FMTV的 YouTube Channel 我們是一個知識中藝的網絡電視平台 希望 接下來的影片和視頻 會繼續可以帶到更多資訊給大家 新一年 我們迎接五周年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盡快訂閱和支持我們 我們有機會 我們 через幾個月 以上 或者 我們